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日本的国旗去统领的 然后现场挥动的小旗子也基本是日本的国旗 这也体现了当时的日本是假借发展东北之名 殖民侵略东北的实质 现在是代表讲话了 这个发言稿是被日本人过过无数遍的 主核心是粉饰日本的侵略本质 现在是日方的代表发言 他的发言非常的长 因为我一句话也听不懂 所以我也没法给大家翻译 好 现在是末代皇帝溥仪 正在前往长春郊外寄天的画面 此时的溥仪是28岁 他乘坐的小轿车 是他在1932年的时候 购置的一台凯迪拉克小轿车 溥仪的车前还有一个专门的开道车 好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满清的遗老遗少和维满洲的官员 他们是在等待溥仪前往寄天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穿着龙袍的溥仪 这件衣服是溥仪经过再三的争取以后 日本人才同意他穿的 寄天结束以后 他必须迅速地换上日本人 为他定做的海陆空元帅服 好 现在的溥仪已经换好装了 现在的溥仪已经到了主席台了 然后我们注意一下 皇帝溥仪到主席台以后 是直接坐下来了 然后日本人喊了一声以后 他立马是非常听话地就站起来了 这里可能是溥仪坐早了 这个细节也进一步说明 溥仪在维满洲是一个真正的傀儡 好 现在是溥仪戴上的帽子了 现场是响起了日本国歌 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这时候唱日本国歌的全是中国东北的学生 这时候的溥仪还对日本抱有幻想 他并没有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提线木偶一般的存在 好 现在是溥仪正在行礼的画面 他进的是军礼 这看起来有点不伦不类啊 现在是礼璧 溥仪将转身退出主席台 然后仪式将进入下一个环节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小学生继续去合唱日本国歌的画面 维满洲皇帝的所谓登基仪式 仿佛吟唱的是日本的国歌 从这个细节也可以看出 维满洲的实质是殖民侵略 末代皇帝溥仪只是他们用来美化侵略本质的一个工具而已 而这个真相 溥仪却花了几年的时间才真正的弄明白 这呢的确是一个悲剧啊 好 现在是民众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啊 去上街游行庆祝的画面 这个被摆拍出来的画面呢 后来被日本人粉饰为 人民欢天喜地的庆祝维满洲皇帝登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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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